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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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呀 今天是周日 我要跟胖孙去一趟花卉市场 比较花花世界 听着就很可爱哦 这位先生 请问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看花花世界吗 可以哦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新买的口罩 就是平时的话 因为下去很多地方都要戴口罩嘛 然后我拍摄的时候 我发现戴蓝口罩和白口罩 有点丑了 而且显得气色不好 然后我就买了这个彩色的口罩 它是粉蓝渐变的 是不是还挺浪漫的这个颜色 而且它这个口罩是立体的 所以这个口罩就很贴合我的脸 看到一只蜜蜜啊 蜜蜜在车顶上太阳哦 嗨 可爱呢 Shake me 今天庞孙收了一个快递 他买了奥玛丽的燕麦奶 然后里面送了两个这个 燕麦冷脆拿铁咖啡饮料 这个瓶是一个纸盒 然后这个盖子 有这种撕开 然后这就是直接喝的这么一个口 还可以 咱都不听京剧了吗 我都困了 国粹 真的困了 路过Foodie 原来Foodie在这儿啊 有一说一这个建筑看起来 还蛮有设计感的哦 就是这里面 也叫什么圣华红林花卉市场 我们到了 第一次来掌一掌见识 带你们一起去买花 我带你去花花世界 哇这个好漂亮哦 这家可以自己买那种封的圣诞树 然后DIY 他们家圣诞树的品味都蛮好的 讲真 这个好可爱啊 什么帽子 胖孙选了一棵圣诞树 他现在要为圣诞树去选配饰 刚刚选了一棵圣诞树 然后买了一点花 现在准备出去 太热了 我在里面待了一小伙以后 满头是汗 我像在里面蒸了一趟桑拿 是我穿太多了 我们本来想是买一棵圣诞树 然后自己买一点装饰往上面放 但是他这个店里面的可选的圣诞装饰 我喜欢的都没了 我们就放弃掉了那棵圣诞树 选了一棵他店里面的成品 他成品也还行 挺可爱的 带个小灯灯 回去点亮一下给你们看看 刚刚给圣诞树藏了一个地方 放在这块 来吧主角登场 这个圣诞树就是比我们一开始挑的矮了一点 但是他上面这些配饰还是可以的 在他现场找不到这些配饰了 已经都卖光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晚饭 我刚刚炒的西兰花肉块 实在是切不动 这肉是冻着的 所以就是切的是块 然后这两个 这应该叫火烧对吗 有芝麻的 然后这是我爸酱的猪蹄 马氏咸菜 我跟你说 这里面绝对最好吃的是我炒的 这也关在吃了 特别好吃 还有我妈打的南瓜粥 好家伙啊 感觉这一桌子菜是众筹来的 他泡酸还喝啤酒呢 哎哟 说实在之前不是让大家投票 那两个保温杯买哪个吗 然后我最终还是选了这个 为什么选这个呢 主要是一个是我同事 他是有一个这个系列的其他的颜色的 然后我上身背了一下 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他说你那个杯子里面要那么多个包 有什么用呢 我想了一下也是 然后我就还是选了这个小学 他这就是一个杯套 这杯套你可以挂绳或者不挂绳 这个是杯子 杯子就单独这样也挺可爱的 是一个蓝色的 然后它是一个吸管杯 它其实是一个宝宝杯 胖子你啥点声 你是不是也想要 他给这个贴纸了 可以写自己的名字 然后这个是他的杯袋 从包装到这个做工的质量上面来看 还挺好的 这个杯袋是有点像奶茶色 按上给你们杯上看看 这样子 好可爱哦 我后面是有两件毛衣 之前让大家投票的那个格子的 一会儿给大家上身试一下 然后我们先来拆个盲盒 这个壮宝宝是胖孙买来送我的 我当时收到的时候我就想说 这个壮宝宝是它在暗示一些什么吗 比如说胖孙就是壮宝 这整体是一个猫猫系列的 你们知道它这一套盲盒的隐藏款是什么吗 它隐藏款显然是大蘑菇状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抽到隐藏款 这一盒里面是六个 好家人们我们来开箱 第一个午睡状 很可爱呀 它是有点茸茸的材质 铃铛 有猫铃铛 四个角角 甜甜状 还抬着一条腿 第三个 这是盯着的这个猫 这个好可爱呀 这个小眼神特别的清澈 蘑菇状 这是那个包款是吗 不是蘑菇状 是大蘑菇状 还是 它是六个基本部分 然后有一个隐藏款 球摸 球葫芦 球腐摸 平躺 平躺不住 没有隐藏哦 这是一个躺着的猫猫 刚才把这件棕绿格的毛衣穿上 它的这个材质吧 是这样 有一点点毛毛的 然后摸起来还挺厚实的 这么一个材质 说实话 上身有一点微微的渣 但是还好 我记得我当时投票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说 她的版型 肩膀位置特别的突出 但我觉得她应该是 洗一下就好 材质说 心里话吧 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 容易起进店 忽略我下半身啊 我下半身就是 随便一穿 然后这个毛衣的话 就是oversize 喜欢穿那种上面宽松 下面紧的姐妹 应该会喜欢这个毛衣 离远了感受一下这个版型 有那么一丝的一眼难紧 主要就是这个位置 我感觉可能洗衣水就好 这个是这一件紫红色的 款式上面来说的话 大家还是看看颜色吧 这个颜色倒是蛮鲜亮 就是很有过节的那种感觉 这个毛衣真的是奇迹点 我这个头发后面 刚才一穿上 这都飞起来了 就这个状态 刚才 哇全都起飞 这是个大问题 但是其实穿上还是挺舒服的 有点纠结 洗净链这件事情 我不能见识 所以那两件我估计都会推掉 版型有点问题 但是它洗净链这个真的是 哎 然后这个是我双十一的时候买的大衣 它双十二也后才到 就它面料是很好的 就是也很舒服 百分百纯绵羊毛的一个面料 然后这个格子我也蛮喜欢的 然后这个大衣比我想象中的薄 我觉得只能春秋天的时候穿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不然留下吧 然后我还新买了一条围巾 一个壮色的一个格子的 但是有一点点马海毛的那个成分在 不知道它掉不掉毛 这围巾好看吗 这围巾是不是还可以 感觉还行哦 我刚刚正好想给我那件毛衣去一下毛球 给你们推荐一下这个去毛球器 Reveal的这个牌子 因为我知道这个去毛球器 其实它价格区分还挺明显的 便宜的就是几块钱 然后贵的可能到七八十 可能上百的都有 这一款我跟你们说 就是价格非常合理 做工还蛮精致的 而且就是你拿到手 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东西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不有所知 这好像是十九还是二十九 它是这样的 底下有个盖子 然后整体就把它护住了 它整体这个手柄是一个圆的 能握在手里面比较好发力 然后你看它这个刀头 大小孔孔都有 所以就是你大毛球小毛球都可以 给你们看下它整体这个做工啊 你看这个塑料的质感 你就能感觉到 它这个东西真的是物有所知 我觉得反正比我爸 之前买过九块九的那个质感要好多了 最后给你们看一下吧 它这一块呢就是 因为这毛衣是纯毛的 很容易起这种球 特别是袖子这一块经常有摩擦 然后把这个看看 这个位置哦 很干净咯 这个位置没有咯 然后你看袖子这个位置哦 我现在挂一挂给你们看对比 它刀头还是蛮锋利的 特别快就能把这个毛全部都修掉 反正就是我个人觉得哈 它是一个性价比蛮高的一个去毛球器 品质感又特别好 而且有个好的去毛球器 其实能用蛮久的 今天呢最后一项工作 是用这个小标签机 给我新买的厨房的调料瓶 贴上一些标签 这样它才知道什么是什么 这个标签机我当时是喜欢不老熊 所以买了这个颜色 它使用方法很简单 就是APP连一下 然后APP新建纸条 然后就 就打印出来 我现在先来建一个 油 我现在这个屏幕上编辑好 我要打印的东西 然后就点击打印它就会出来 真可爱哦 然后我还要打点别的 现在进行一个贴纸的大动作 加油 哇哦 so cute 料酒完工 是不是很方便啊 我觉得标签机真的是买的太正确的一个决定了 一个周末又没有化妆 开心 那么本周到blog with me 就到这结束了 我们下周再见了 拜拜